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集教大家打牌的基本知識和吃簡單的壺 今集就幫大家升級教大家怎樣用花牌 花人紙牌和字魔等等加大番數 平壺都可以變大牌 再加上大家吃三番以上的大牌 和分享一下坊間流傳在打牌時的轉運方法 最後還會敲敲大家吃壺的能力 冬嗎? 我不知道 三番起壺我完全不懂 什麼是一番 應該不用 下個下個 吃 而混一式 而混一式即是全副牌 而對對壺即是全部都是黑子牌 再加一對眼 所謂小三元 也就是由中、發、白其中兩款為黑子 另外一款牌造眼 再加另外兩組牌 而將東、南、西、北 隨便三封城為黑子 其餘一封造眼 再加另外一組牌 就是所謂的小四起 清一式就是紫 只有單一款式的牌 銅紙、萬紙或索紙組成 也就是全部都未碰出的黑子牌 再加一對眼 兼要自摸 而大三元也就是中、發、白 成為明或暗的黑子 再加一對眼 而全都是番紙的黑子牌 沒有銅、索和萬紙 加一對眼 就是自一式 而十八羅漢 就是四組鋼牌 加上一對眼 而所謂大四起 也就是東、南、西和北 都成為明或暗的黑子 再加一對眼 所謂天壺 就是指莊家一開牌的時候 手上的十四隻牌 牌面已經能夠食壺 就是天壺 而莊家一開始打出的第一隻牌 就食壺 就是地壺 好好 唉 這牌也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洗手 等等 食壺 煩甚麼 嘩 搞錯了 三腰 而有齊所有番紙 以及一和九的銅 索和萬角一隻 再加上以上任何十三隻牌 當中各一隻做眼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十三腰 好 號位對應相關花牌會增加番數 例如造裝的東位的時候 拿到一號花 例如春或者梅 各加一番 如果全局牌都拿不到 無花牌的話 稱之為無花 又會多加一番 如果集合四隻花 稱之為一台花 會有兩番 如集齊任何七隻花牌 即是去吃花壺 不過你可以選擇吃或不吃 如果吃的 就當三番計算 而若果一開始 就已經集齊七隻花牌 就是天壺 當上限番數計算 若果集齊第八隻花牌的話 就是大花壺 又稱之為八仙過海 如果吃的話 都是會當上限番數計算 如果莊家吃平壺牌 手上有春和梅各一隻花牌的話 這次就會當三番 之後就是會增加番數的番子牌 如果碰了中、發、白都會加一番 由於每圈都會有一個風 例如第一圈是東風 第二圈是南風 如此類推 如果在該圈碰了對應的風牌 就會加一番 例如東圈碰東 南圈碰南 如果你的號位對應相關番子牌 例如莊家碰了東 或者南位碰了南 又會加一番 而如果你是東風 又是莊家碰了東 就會加兩番 俗稱叫雙番東 而南、西、北的道理也是一樣 如果食壺時 是東風碰了東 再碰了中 發白其中一隻牌的話 這次就當三番計算 當食壺的牌是自己摸回來的 就稱為自摸 另一種情況的自摸 就是鋼上自摸 降完之後自摸 就會加兩番 如果降完再降之後自摸 就會得到最高番數 而所謂海底撈魚 也就是牌局最後一隻牌自摸吃出 在食壺之前 十四隻牌裡都沒有碰 或者上或者降 而直接食壺的話 食壺加一番 請問你這盤牌 叫什麼牌呢? 是一隻牌 發財 計壺 你拿著一對 一萬 二三四搜 四五六銅 四五六萬 八搜 九搜 請問你這盤牌 叫什麼牌呢? 是七搜 平壺 平壺 如果這盤牌你拿著 三隻二搜 一隻三搜 四隻四搜 一隻五搜 一隻六搜 三隻七搜 是否看到眼都花呢? 究竟叫多少飛呢? 答案是一二三 五六七八搜 叫七飛 都是青一星 一隻六搜 講一隻 和三隻九搜 恭喜你 传说中的九指连环已经被你拿到了 你猜一下你叫多少飞呢 是叫九飞 就是一至九万都吃到 哇 九指连环啊 等下你 没有 什么 不用担心 我现在没有担心 好 下局 我试试 你试试 我试试 我试试 你试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輪胎吃第一天 水來排 真的不是很舒服 我先換一下 冬中的衣服 太陽 很厲害 不如去過癡頭主服 刀虹 刀虹去 你砌牌 好厲害 今天不見了 冬中的衣服 想念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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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阿嬤你的汗毛多了 但阿嬤沒有 你沒有幫你媽媽補充嗎 沒有充滿嗎 我不知道我媽在搞什麼 沒有充滿 你怎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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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